我们接下来看购物车的最后一顿 就是删除购物车的记录 从购物车列表上 然后每一行最后有一个删除按钮 点一下删除当线行的记录 那这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点击这个删除 我们要用阿亚斯的义步删除 所以也是要给他绑定点击事件 发送阿亚斯请求 那请求的时候要删除一条记录 但是需要什么条件 就ID了对吧 只要ID就行了 数量也不需要了 直接删除 所以不管是登录还是没有登录 把它的对应的ID获取到 那登录了就从数据表删除 没有登录就从空位当中 以它作为下标去删除 那删除完成之后 在阿亚斯的这个乘步回调函数当中 就需要对页面做处理 它需要对页面做什么处理 这一行是不是删除了 这一行得删掉 那还要做什么处理 这个已选的数量和价格 是不是得重新算了 对吧 也删掉一行了 它就可能会影响到 这一个已选择的数量 如果说它这是刚好没有选中的话 你把它删掉它还会影响 但如果它是选中的 那删掉肯定会有影响 所以这些我们要做的处理 就是首先前端发阿亚斯请求 那请求会写在一个ID参数 然后去删除成功之后 需要把页面上把这条机动删掉 要重新计算数量和金额 那调用一下这些封中的函数就行 然后在空隙当中 就去接受请求 多处理 删除这个记录 那真正删除记录的这个功能 我们也单独封用一下 根据登录条件去做一个判断 根据登录状态 做一个判断 然后分别去进行处理 好 首先我们写这个页面上的部分 HT面当中的 给那个页面上的删除 得绑定实践 删除把它的HIF给它去掉 JavaScript 把原来的紧号档给它去掉 换成这个 然后用到classDelete 就可以去绑定实践了 所以第一步先修改一下 这个表现 主要是其中的HIF 然后给它绑定实践 就用到Delete这么一个class 删除 多了 点 Delete 给它绑定一个点击实践 方向 它里面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首先是获取 获取那个ID 就是一个删除条件 删除的条件 这个参数 好 那我们放了一个VR 比如说这个参数的话 我还是放一个对象 那里面其实就一个ID参数 它的值呢 就取到Dolz 直接取到Dolz 直接取到Dolz 取到它当前行的 closest UL 再取到它的一个数字 是cut 下位线ID 这是它的一个主线ID 或者说呢 是CookKey上的一个下标 一个ID值 然后再去呢 发送这个RJS请求 多了点RJS UR 请求的地址 用UI函数呢 生成一个 到Home下的 Cut下的 比如叫DolCut 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请求的方式 Type Post 不知道错了是吧 这不应该是个逗号 这应该是个逗号 或者逗号不要 后面不能放分号 然后是Data Data Data Type Data Type Json Success 方式 这样呢 先把这个 IS请求呢 先给它发出去 发出去之后 成功之后的处理 我们同样先来判断一下呢 这个Code 我们统一约定的200是成功的 如果不等于200 那就是出错 is.message return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需要呢 将当前行 从页面移除 然后呢 还要呢 去重新计算 移选的商品数量和金额 做这么两件事 然后把当前行 从页面上移除掉 那又得根据呢 DoraZ去找 那在这里面写 this呢 又不行了 在外面单独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Z 等于this 重新保存一下 那用DoraZ去找 找当前行的 那我们前面都是写的是 一个UAL 取的是当前行的 但是现在要删除一行的话 在UAL外边呢 还多了有一个DV标签 所以真的要删除是这个标签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向外找呢 找到给他最近的一个 cut list 找到这样的一个class的一个DV 或者说呢 你用那个UAL的话 你取UAL的话呢 就还得再向外找一层 找他的parent 找他的父亲 那写后面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呢 再用remove移除 后面也是呢 一个remove移除 把当前行的 最外面那个DV标签 移除掉 移除掉之后呢 再重新计算 移选数量和金额 就调用一下 那个封装的亲戚透透 这个函数 就完成了 这时候浅端呢 去发送这个 阿雅克斯请求 然后请求发送出去之后 在我们的控制器当中 就去写一个对应的这个机口 public function DL cut 这是用来做阿雅克斯请求 阿雅克斯 删除 购物记录 接收参数 四步走 四步走 接收参数 接收参数 参数检测 然后呢 去处理数据 然后呢 返回数据 接收参数 直接接收所有的 $promise 等于input 然后参数的检测 $validate 等于$this validate $promise 它里面其实就一个 id参数 不能用空就行 require 所以这一个检测呢 其实我们写意义 判断还会简单一点 validate 如果它不等于 不横等于处 那然后返回 IS呢 数据里面就会有一个 code 比如是400 那message 就是这个validate 那像我们这个场景下呢 可以把这个参数检测 把这个表断验证的步骤 直接替换成 一个意义判断 还相对简单 简单一点 就取这个promise当中的id 这个id它会有 它会传过来 我们就判断一下 它有就行了 判断它有没有 那就能ease set ease set 那如果说没有传这个参数 那就取反 没有传这个参数 我们就告诉它呢 这个参数错误 错误 那然后前面 写完啊 geason encode is 代 后面呢 一样写 最多呢 再在后边 再加一个条件呢 就是 首先你要有这个参数 要有id参数 而且呢 还不能为空 其实我们上面这个require 这个规则的话 它就是你要有 还不能为空 那我们这里还可以继续加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传这个参数 或者 或者你这个参数呢 是个空的 id 或者它是空的 我们都可以给拨错 参数错误 所以这一块呢 直接写一份判断 就是属于参数比较少 要验证的规则也比较少 写个一份判断会简单一点 然后呢 去没问题的话 就处理数据 也封装一下 放在home下的logic 放在cut logic 然后 dlcut 删除购物车的记录 传过去一个参数 paramels的id 最后返回数据 最后返回数据 这是200 saccess 就完事了 这是控制器当中的一个处理 接受参数 参数检测 然后呢 处理数据 返回数据 然后再到这个cut logic当中呢 去封装一个这个方法 public static方向 是del cut 它有个参数呢 是一个id参数 这是删除 删除购物记录 这个id呢 是一个删除的条件 删除条件 是一个主件id 或者一个呢 下标 下标 比如20 下落线 30 这种格式 那删除的时候呢 同样要根据 这个登陆状态 做一个判断 判断呢 登陆的状态 如果是已登陆 已登陆 就呢 删除数据表 然后如果是未登陆 就删除cookie 未登陆 删除cookie 判断 if session 问号user下落线inf else 已登陆删除数据表 我们有一个主件id 作为条件 那就呢 根据主件id去删除 但是也要注意呢 它只能删除它自己的 所以加上一个用户的id userinfo.id 然后呢 删除数据 用cut这个模型 删除的话呢 可以用那个dis joy disjoy方法 在它后边去传一个 数组方式的一个条件 或者说呢 我们用那个will方法 后面去放一个delete 去删除 都行 那其中的条件呢 就是两个 一个是主件 是等于这个dolaid的 然后是userid 是那个dolauserid的 就两个一起作为条件 那如果是will条件的话呢 也是这两个一起作为条件 这两个写法都行 用disjoy方法 或者用will方法 再加上delete它 这是从数据表当中去删除 然后呢 是从这个cookie当中去删除 它是首先呢 从cookie当中取出来所有数据 从cookie中取出所有 dolaid等于cookie当中的cut 问号冒号中号 那删除的话呢 其实cookie当中肯定是有 所以后面这个呢 这个三元也可以不写 然后呢 再去 这个dolaid呢 就是一个k了 那么这个dolaid 就是呢 一个下标 那直接从dolaid当中 要删除这个dolaid 就用呢 anset 从数据当中删除一个建筑段 把下标给它删了 就行了 anset 然后呢 再重新保存 保存到cookie cookie这个cut dolaid 再重新设置一个有效器 7天 那然后删除过的呢 也就完事了 所以这也是根据登录状态 做判断 如果是登录的就 数据库的一个删除操作 如果是没有登录的 就是cookie当中 先取出来 再删除这个建筑段 再重新保存 那现在我们可以测一下整个的流程 从页面上呢 发送这个埃迦克斯请求开始 获取到ID值 发送请求 请求之后呢 就到了控制器 控制器接受参数 检测参数 然后呢 再呢 调用封装好的这个dl card这个方法 去处理数据 那这里面就根据登录状态 做了一个判断 去删掉这条数据 然后控制器呢 返回这个结果 处理的结果 那页面上呢 再去判断这个请求的结果 再去呢 做页面上的处理 放心 比如删除一条记录 我删除这个d条 看一下它页面的请求 点击 页面上的请求呢 传了一个参数 ID是3 传过去了 那我们把它删掉了 然后 没了是吧 没了是吧 但是后面的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们删一下后面的啊 再看看这个页面上 这个数字对不对啊 刚才放前面去了 没看到下面啊 我刷新一面 那后面这是105件 114 1000 还挺多 114 我们把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给它删掉啊 就最后一条啊 没了 变成102了 110800 没问题 能删掉啊 刷新看它回不回来 回不来了 那就没问题了 如果回来了 说明你这个数据表里面 并没有真正删掉 只是杰素没问题啊 那么看一下数据表里面 确实删掉了 ID是23的这一个 没了 这是呢 这个删除的一个功能啊 也是用了阿亚克斯去实现 那宝泥试键发送 阿亚克斯请求到 在这啊 宝泥试键 获取到参数 然后发送请求 成功之后的处理 然后控制器当中就封装一个方法 提供一个接口 我把这个就注视一下 接收参数 做参数的检测 然后去处理数据 返回数据 接收参数 参数检测 处理数据 返回数据 然后在逻辑的这个CAT逻辑课里边 封装了一个方法 去用来删除数据的 判断一下登中状态 t下不是 除非 但课汁 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